大家好 我是Tim 我們今天來一場短的 PVP對戰 戰錘40K 星際戰士2 好 那對場 因為我開始好像慢慢可以掌控重裝兵的 前面幾場我打的感覺都蠻好的 不曉得會不會一開始錄了這場的詞別 那我們就讓我們來看一下對手的training吧 死了 死了 哎呀 不應該丟手榴彈 我應該直接去砍他 如果他全家要砍 因為我現在農到九等 有動力劍 我應該是可以砍比較快 啊 怎麼會這樣呢 有可能是因為隊友一開始沒有跟我一起走 哎呀 一起死 後面不是有個人嗎 沒幫我射 我們人比他們少啊 炮杯 啊 怎麼會一路就這樣子呢 真慘 應該跟對方同歸於盡 應該跟對方同歸於盡 太多人 算了 讓我腦衝吧 這個應該是DLC 終極版的那個外觀 是呢 吃了這些關係 什麼的嗎 想要去回答我 我要去回答我 esas依然有什麼 因為我把貌伐都在相亡 應該都是沒想要去幫我 我眼後腦衝是 我把貌伐的故事 我張開的貌伐 我一直貼不到他 最後只好用拋槍 拋槍就很很很討厭 就是我前面打他都是血 拋槍我要再打一次他的護甲 而且他護甲是外面那一框 有時候你會誤會以為他沒護甲 其實他護甲是外面的 還好 啊是鎚子 兩個閃電 難怪我們被清風 那我戰機這樣還有第一喔 前面缺人太傷了 然後我們這場好像跟上一場隊友比 我覺得弱蠻多 哎呀 竟然被他的重攻擊給打斷 打 entity 更好 Debatte 滅 二隻 更好 應該有殺到 可是被他尾刀掉 哎呀 可惜了 我們等於殺了三個 兩人殺了三個 底部有第四個 還有一個呢 我就覺得 我就記得還有一個 打不過應該是輸了啦 阿他殘血 剛好被我尾 哎呀 他也殘血 這場滿 兩邊都雙中裝喔 這麼滿 然後動力劍他都有兩種模式齁 我都習慣用那個 第二種模式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揮出去的波 讓我覺得有比較長一點 可惡 媽媽的 這這麼慘 不行 我要再一場 我不甘心 這場 前面缺人 前面人沒補進來太傷了 而且我延遲為什麼突然變高 我剛剛延遲只有七八十而已 忽然的 我覺得他那個 我覺得他一定有好幾個分流 對 好 再來一場 這個這一集就短一點嘛 就播個兩場 然後看大家對這種 短片的反應怎麼樣 因為有時候覺得好像太長片 大家可能沒時間 或者是懶得看 應該有解鎖外觀 有新的衣服 太好了 已經開始 勝利場勢慢慢逐漸進逼 已經開始可以到這個精攻等級了 之後我比較希望是頭盔趕快換這個 還要五場 這樣就很 頭盔加上這個衣服 這個袍這個就很有FU了 身為暗黑天使來講的話 怎麼突然有點掉針 說實在呢我覺得就是 玩了這麼多場重裝 開始比較能理解 他其實就是一個幫隊友擋槍線的 擋槍的這個一個角色 然後他真的是要貼到人家臉上去砍 然後是建議說砍之前就好丟個 電擊手榴彈 去做個控場 對 因為電擊手榴彈 發現不只是緩速 炸到那一瞬間他會失明 有時候我就覺得奇怪為什麼人家電到我會有那個 閃光彈的效果 其實是那個是電擊手榴彈的附帶效果 所以其實很強 所以他也只給一顆 其實廠上的這個補給的手榴彈只有破片手榴彈 電擊手榴彈是沒有 我目前沒有看到電擊手榴彈的補給箱 所以用完就沒了 真的就是丟那一顆 當著人家的臉丟 因為他是直接丟了就炸 丟到地上就炸 所以呢 那一波基本上有控到就幾乎啦 都殺到 除非對手很敏捷 什麼先鋒或偵察兵就開始滾 瘋狂滾 滾到你沒貼到他 那就有可能還是會輸啦 對 然後他的盾牌應該只有擋正面 大概一個扇形的範圍 所以側面跟背後他還是會死 所以他有時候不能衝在前面 因為被人家 被那個 火力夾擊的話還是一下就噴了 所以他其實說要打一打 打一打要退一下 我覺得他真正的剋星應該是突擊兵 因為衝下來震了一下是 差蠻多 看看我們應該繞路 對你看剛剛那個 手動彈補給箱就不讓我用了 啊 啊 這一波我覺得我控的很好啊 會打輸呢 而且為什麼這個狙擊手 狙擊手死了 我覺得他們應該也是被正面丟了蛇的蛋 然後被秒 我被他格擋住 真假的 怎麼會格擋 這麼令派的嗎 完了完了 慈父要對我失望 這我不是控到他們了嗎 怎麼還射得出來 我覺得我們的隊友好像爛爛的 我覺得我 我雖然腦衝了點 可是我覺得我擋在前面應該時間夠 他們把人家收掉 被掃到 這個真的是很討厭 X-Prom Blight 喔 鎚子真的不痛 喔 鎚子真的不痛 哇 哎呀 那個Vanguard充慢 可惜 所以其實你看對方也是一片面就丟閃光彈 變極扯的蛋 所以現在都這樣子 把兩個人這樣砍兩個戰鬥兵在這邊 不過還好啦拖住他 完了我覺得那個狙擊手 啊果然 被秒了 好吧 雖然還是輸但我覺得這場體驗比上一場好一點 啊 這他們哪 啊 這他們哪 我要被電死啦 那我們隊友呢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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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擊兵滿門掃光 真的重裝兵打突擊兵是超級無力的 你近戰拚不贏人家 我還不夠濃郁 我的屁是不是有點高啊 他怎麼紅色的 射在這樣子 我們好不容易打贏 點就結束了 就差不多三波 差不多三波才把他清掉 搞不然他已經提前跑一兩個了 這特戰兵直接就跑了 算他聰明 啊 超你媽的無機兵 我應該果斷這一點再繼續 說不定還可以拖一個下水 應該點倒完 對然後我沒有強述他們 我只要殺他們的土機兵就好 永遠值得 真是可怕 過去就三個人 沒道理啊我前面都贏啊怎麼一開始錄就輸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PIN有點高我決定就先不玩 因為這個線 我說不出來我前面 當然不是說我輸了就開始怪PIN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影響 然後我昨天有遇到好幾場打到一半斷線 我其實很幹 因為他在解鎖的那些條件還有錢啊什麼的要打完才給 所以 我覺得他網路 還是有點問題 他這個 他這個連線問題 那他的好頻率也掉到從80%掉到79 我覺得 怎麼說呢可能不是很頻繁 但是對遇到的人來講就很幹 所以 就像我昨天有幾場要贏了然後就斷線 我是蠻幹的 大概就這樣 好啦那今天這個原本享受三戰兩勝 結果直接兩場 二 二直落 那沒解了 那就下一集再見吧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這個心意戰士2 重裝PVP的這個 很失敗的兩場體驗 遊玩體驗 那我們就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